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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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Middle 中文名叫迪倫澤偉達 我應該是印度裔的香港人 我爺爺那一代就來了香港 接著是爸爸我 第三代 我在香港出生 其實我就完全是 香港是我家 應義港人迪倫澤 在香港上環的一條街巷中 經營著一家舊物店 店中收藏了不少舊式香港的物件 其中就包含了這份珍貴的報紙 手錶 電視 電影海報 衣車保用單 這些都被完好的保存在店中 贏得不少市民駐足觀望 這份就是1997年7月1號的一份報紙 其實這份報紙怎麼得到呢 就是當日早上起床 早上去報紙攤 我見到哪一份我就買了哪一份 就保持了它 因為1997年7月1號 是香港一個很重要或者很值得紀念的日子 香港回歸了 就離開殖民地時代 就回到中國這個地方 就是回到自己家裡 對於我們在香港成長這一代人 是一種很大的感觸的那一天 因為那一天很特別 就是我們成長在70年代 見證著一個大時代的改變 其實是很感動的 真正的感覺都好像自己 我們終於回到家裡 就是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家 變回我們自己的地方 是的 感覺就是這樣 就是不是好像我們被人 我們好像寄居在別人 被人搶了一些東西 但現在我們屬於哪裡 回到哪裡 回憶起收藏的初衷 迪倫則表示 除了為紀念特殊的日子外 也希望能夠找回一些童年的回憶 那我為什麼會開一間這樣的懷舊店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成長在70年代 那時候買東西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買在家裡利用錢 比較少 而且家裡管得很嚴重 不讓我們買那麼多東西 就形成了大了 想找回很多小時候喜歡的東西 後來原來就有很多 香港存東西的人來找東西 就找得回他們想找的東西 然後原來他們說 其實你是收藏的 那時候我都不覺得我是收藏 我只是想找回我自己 童年的回憶 或者找回一些我自己覺得漂亮 設計漂亮的東西 就放在這間店裡 就開始延續了這間店 到現在18年了 18年來 迪倫澤輾轉世界各地 尋找香港的舊物件 他坦言 由於香港發展得太快 很多物件還沒來得及保存 就被時代所淘汰 其實香港的東西才是最難找最珍貴的 因為其實香港真的很有趣 香港存東西真的很困難 不是說你有錢就買到 因為最大的問題是香港的空間 沒有人可以保留到舊物件 還有香港那個舊建築 就是香港那個城市發展很快 舊樓舊舖很多都會拆卸重建 那舊物就會一路一路一路消失 香港因為家裡住的問題 還有空間問題是保留不到那麼多東西的 25年來 香港吸引著全球各地的外籍人士 來此定居和發展 而迪倫澤作為土生土長的印譯香港人 在收藏的歷程中 也親眼見證了香港的發展 更希望在這片土地上 尋找到屬於自己的意義和價值